哈囉 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我們今天要來玩的這款遊戲呢 就是一個策略卡牌遊戲 那我們主要呢就是要去守住我們的這個家 那這款遊戲呢叫做 寧福世界 是台灣的這個國產遊戲 台灣國產耶 不容易啊 話說我們最近這台灣國產的遊戲 是不是越來越多啦 我們就來支持一下 看我們這個台灣的遊戲做的什麼樣子 進來之後這個音樂還蠻洗腦的耶 不知道大家有會洗腦到嗎 然後再加上他這個整體的畫風 讓我感覺到有那種 回到這個幾千年前的那種感覺 石器時代 他現在還沒有上市啊在9月9號上市 那我們現在呢是先來試玩一下 國產的先來帶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我們的這個角色列表 那會有這個非常多 非常多這個球狀的叫做寧福 那每一個寧福啊 都是獨一無二的 那一個隊伍呢我們要用五支寧福下去組成喔 然後他這個有分成很多種屬性啊 一共四種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四種的屬性 像這個就是地屬性 那地屬性他整體的這個防禦的能力 就會比較好 就會比較好像什麼 然後恢復生命值啊 對不對他這個血量也來到24滴 然後呢 他就是偏向一些輔助類型的一些技能 就是本身他的生存能力是最強的 那相信有很多人應該想看攻擊最強的吧 攻擊最強的呢就是我們的這個火屬性的寧福 火屬性這個寧福他的技能打出去之後呢 他的這個傷害會有加成喔 而加成1.5倍喔 非常非常多 所以非常非常暴力喔 像我的話就想要來裝備這一隻 這一隻的話你看 那這邊可以看到這是他所攜帶的卡片 就是說 待會我們對局開始之後呢 如果你上陣這一隻寧福 4611 那麼你就有機會可以抽到這個炎燒的技能 造成16點的傷害喔 可以直接把這對手給秒殺 而且還可以繼續下一個敵方 或者是對主堡造成一個傷害 非常非常厲害 那他唯一的缺點就是耗損稍微的 比較高一點 比較高一點 像這個重拳也是非常厲害喔 對不對 可以打14點的傷害 對馬上把他換上來 直接全部走一個火屬性的流派 直接把這對手給卡爆好不好 就卡爆他 對 Longman 科魯啊 直接這個AOE技能喔 全部給他砸下去就對了 讓他知道我們這個厲害好不好 讓他知道我們這個厲害 來 全部給他上這火屬性的 或者說我們就是 後面三個火屬性 然後前面喔 我們可以去拍一些這個地屬性 前面擺兩個地屬性 然後後面擺三個火屬性 A few moments later 我們現在馬上來排一下 我們剛剛組好的這個陣容 非常非常厲害喔 來喔 拿起來的是保留對不對 來 那我們就陣容一樣佈置一下 他不會又攻我下盤吧 他剛直接 直接攻我下盤耶 超扯的 再看一下喔 OKOK 喔呦這鏡牌不錯喔 哎呀 上天對你太無情啦 那這一招呢 我們就留著 偷對手主堡 因為那個傷害 不管是多高還是多低 反正就是 一次的傷害就是 對主堡造成一滴血 哇又直接攻我下盤 這個很喜歡我的下面耶 不是我意思是說 他這個很喜歡打下面啦 打下面聽起來 來直接送他回家好不好 剛好他是風屬性的 那我是火屬性的技能 直接對他會有個傷害的加成 來出發 來直接把他扒掉 有沒有看到 哇有沒有看到 一發入魂哪 還敢來下面哪 還敢來下面哪 來來來 我再看一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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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厲害啦 哇怎麼全部的招式都 都在他的臉上 是什麼意思啊 下一張牌會執行兩次 我看一下 這個是要combo的耶 是要一個combo 可是 這有點尷尬喔 我抽一張牌好了 對啊 完了 糟糕了 這一把我就不動了吧 因為我這邊真的沒有什麼 其實是沒有什麼好的手段 但是我可以先移動到這裡 本來想說移動到這裡 請他吃這個火尾 但是 好像也沒有好 來抽牌吧好不好 抽牌 喔有中權了 好這一把 完了這把他可能要先巴我下路了 我的下面要被他打 糟糕了 哎呀我的下面被打了 你看每一個人進來都聽你在開 我哪有開車啊 我說我下面被打了 很正常吧 什麼東西 上次哪裡開車了 可惡這邊沒有5點喔 這5點我們就可以直接來用combo的技能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沒有 直接combo 就是可以讓我準備的下一張卡牌 會執行兩次 所以我可以 移動到這裡 然後直接噴兩發火尾 好不好 這是我們這 待會的combo的技能 那我們這邊呢 就先 先不要用這一招好了 我們先用這一招 直接把這個 上面這隻幹掉 好不好 先把上面這隻幹掉 同時呢 我們 欸這邊放一個潛水好像沒什麼用 我發現這個 這個墨鏡哥 他的技能好像 好像比較一般 啊這邊可以放個潛水 他可能要幹我了對不對 他想要幹我的下面呢 來 我們放一個閃避 可以把這技能閃避掉 這是 繳繳的 繳繳他就會先施放 好 直接施放了一個無敵喔 啊對手怎麼沒有動作 蛤 他怎麼 他怎麼沒有動作啊 難道是被我的霸氣給震懾住了嗎 賺到 來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combo好不好 非常 非常帥氣 非常帥氣的combo 來囉 我們先移動到這裡 有沒有 然後噴兩發火尾 對不對 剛剛有給大家看過囉 這是他會執行兩次 有沒有 你先移動過去 然後下一張技能 下一張卡片 會執行兩次 然後我們就這樣 瞬移到下面 哇這個很強的combo欸 刺客角喔 這是4603 是一張刺客角喔 來 再搭配這個火尾 哇 這combo有點厲害啊 不知道他有沒有發現喔 他有辦法就是趕快 瞬移走嗎 不然他待會這下面兩隻 肯定是無一倖免啦 來 直接 瞬移 咻 來了 準備了 準備了 對射後面不要射我 對射我 射我下面 好來了 火尾燒兩次 再燒一次 喔 喔 喔 Double kill 幹他會復活 這隻會復活 哇好舒服喔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哈哈 好接著呢 我們在這邊上面可以直接打他的這個主堡了 但是我這邊我跟你說 我們這邊先來下這個重拳好不好 先下一個重擊把這隻幹掉對不對 先把這隻幹掉之後 我們這邊直接兩個勾爪幹他的主堡有沒有 把他下面弄掉之後 用兩個勾爪直接幹他主堡好不好 哇哇哇哇 這非常非常厲害喔 來喔 刺激囉 刺激囉 或者說我們也可以先來增加一下這個激勵這個傷害 但是這個要下一回合才能才能觸發 要下一回合 所以說 呃 不然我們就也先來試試看好不好 這招我好像還沒放過 來看一下 這個 他buff是長什麼樣子 來喔 噢呦 電我一下 噴噴掉 OK 在我們這個計畫中 直接噴兩下 主堡 哇 unbelievable 然後我們再加一下這個攻擊力 增加攻擊力 這就是我們下一個技能打出來會多4點的一個傷害 OK OK 看起來這個應該沒什麼懸念了 對不對 這應該沒什麼懸念了 OK 這時候我們就直接全部下這個攻擊了 全部下攻擊 然後結束這一回合 來 直接打爆 晚上好好玩嗎 還不錯還不錯 哈哈 還不錯 還不錯啊 哈哈哈哈 無情 啊 無情殺一波 家裡爆炸了 好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邊 那這個 這玩遊戲真的 玩起來 感到非常非常刺激喔 非常非常好玩 我覺得最主要呢 是他有很多的這個位移技能 然後他有山路 所以說我們要隨時的去思考一下 就是要去防對手直接偷塔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玩的一個地方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直播呢 就到這邊 非常感謝各位收看 那我們就 下集再見 拜拜 喔好刺激喔 好熱喔 喔 對手